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 已进入第783天 据乌总参部战报统计 在过去24小时内 有920名俄军阵亡 累计阵亡45.534万人 接下来我们先看俄乌战场近况综数 阿布迪布卡战线 俄方称已经完全控制西蒙尼夫卡 乌曼斯基南侧 俄军继续向亚斯诺布诺迪夫卡方向推进 巴木特战线 乌军已经放弃恰西夫亚尔运河附近地区 撤退到了西维尔斯基顿涅茨 顿巴斯运河西侧 但是俄军仍然没有突入其东面的第一条街道 在4月16日的战斗中 俄军以摩托车队发起了赶死队式的冲锋 场面相当震撼 如果乌克兰无法获得足够的弹药补给和援助 也许恰西夫亚尔将在两周左右陷落 俄军计划在5月9日前夺取这里 作为胜利日的县礼 东部战线俄军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推进 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村庄南部 俄军沿着铁轨向火热弹发起进攻 占据铁路沿线和别墅东南部约0.26平方公里的土地 扎铁路沿战线 双方在罗布基涅村周边展开激战 并大量使用火炮 火箭弹 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设备 赫尔松战线 俄军向克林基村组织了5次进攻 均被乌军击退 乌军将克林基桥头堡向西扩展了500米 目前乌克兰弹药严重缺失 乌克兰总统泽尼斯基1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乌克兰已经没有足够的导弹用于防卫 泽尼斯基指出 11日俄罗斯向为基辅州提供电力的特里波利热电站发射11枚导弹 乌军拦截其中的前7枚 但由于防空导弹耗尽了 最终仍有4枚导弹击中并摧毁了特里波利热电站 1. 泽尼斯基签署乌克兰强化动员法 环球时报报道4月16日 泽尼斯基签署乌克兰强化动员法 预计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乌克兰议会在4月11日通过动员法 泽尼斯基签署后 意味着乌军将强化动员法 征召更多人参与对俄罗斯的战争 2. 俄军远程雷达被乌军摧毁 乌克兰军方频道发布消息称 位于布良斯克地区的远程雷达 被SBU指挥的7架神风特工无人机摧毁 该雷达型号为天空U探测距离700公里 主要用于监测乌克兰防空武器的使用 以及为俄军轰炸机提供情报数据 据乌方消息人士表示 这轮打击乌军发射了自杀时远程无人机 进行饱和攻击 3. 法国决定邀请俄罗斯参加盟军 诺曼底登陆周年纪念日 环球网报道 据塔斯社报道 4月16日 法国决定邀请俄罗斯参加盟军诺曼底登陆周年纪念日 法国欧洲第一广播电台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法国将邀请俄罗斯共同纪念6月6日 盟军诺曼底登陆80周年 据起 邀请函将发送给俄罗斯驻法国外交代表 目前尚不清楚谁将代表俄罗斯出席纪念活动 或者俄罗斯是否会出席活动 4. 摩尔多瓦将对加入欧盟问题 举行全民公投 环球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16日 摩尔多瓦宪法法院已批准 对摩尔多瓦加入欧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当地时间4月16日 摩尔多瓦宪法法院主席马诺勒表示 经宪法法院审议 摩尔多瓦议会相关议员 将提交的就摩尔多瓦加入欧盟 举行全民公投 并根据公投结果 修订宪法的议会决议草案符合宪法的规定 后续可提交至议会审议批准 5. 格鲁吉亚首都爆发万人示威 高呼不要俄罗斯法律 参考消息报道 4月16日报道 据法院审议4月15日报道 近万名示威者15日晚间聚集在格鲁吉亚首都 蒂比利斯抗议备受争议的外国代理人法案 该法案去年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并被批评者认为破坏自由 报道称4月初 格鲁吉亚执政党宣布恢复审议这项有争议的法案 去年3月 数万人在蒂比利斯举行抗议活动 批判该法案受俄罗斯影响 抗议活动结束后 该法案的初稿被废弃了 人群在议会外挥舞着国企和格鲁吉亚 希望加入欧盟的旗帜 高呼不要俄罗斯法律 许多警察也在场 15日议会上讨论了该法案期间 反对党公民党领袖亚历山大 叶利萨什维利 当众打了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议会领袖 马木卡姆迪纳拉泽一拳 叶利萨什维利 此前曾自称上过俄乌冲突的前线 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作战 他15日晚些时候 坚决不承认自己做法有问题 表示自己此举是为了格鲁吉亚 当执政党试图将我们拉入俄罗斯的时候 我们没有精力顾及历劫了 还骄傲的对在场记者展示 就是这个拳头揍了 姆迪纳拉泽的俄罗斯的脸 6.乌克兰以陆射小直径炸弹 袭击了托克马克 当地时间4月15日 杂布尔射州州长通报称13日晚 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了陆射小直径炸弹 袭击该州城市托克马克 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 陆射小直径炸弹是一种由乌克兰研发的新型精确制导武器 具有较高的精度和毁强力 它采用先进的导航和控制技术 能够精确的打击目标 并在命中后引爆产生大威力爆炸 是一种非常致命的武器 据报道 乌克兰武装力量在13日晚 对托克马克市发动了JLSDB袭击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目前已确认有16人死亡 但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7.乌克兰将海王星导弹产量增加10倍 乌克兰准备今年将R360海王星反应导弹的射程 增加到1000公里 并将产量增加10倍 这款导弹就是当年击沉黑海舰队 旗舰莫斯科号的导弹 这意味着俄本土99个空凶基地中的59个 都将成为目标 配合无人机 乌克兰正在升级回击俄罗斯的能力 苏美洲列别丁氏市长巴克利科夫 在前线战斗中阵亡 他的前副手4月15日 证实了有关他牺牲的信息 巴克利科夫出生于 列别丁市 他当过车床操作员老师 并在内里看了一家私人企业 他领导的小企业 MLCK和LCA 他于2015年当选了 列别丁市长 巴克利科夫于2020年11月 再次当选 2022年9月13日 巴克利科夫在脸书上宣布 持续市长职务 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 其生前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第47 独立机械化旅服役 我们的国家缺少散兵 对于我来说 作为一名健康经验丰富的散兵 亲眼看到乌克兰的孩子 为国战死非常痛苦 我不能再继续待在后方 只有去前线作战 才能让我心安理得 奥列克桑德 巴克利科夫在自愿入伍前 和亲人朋友说道 何为侵略 一国侵犯破坏另一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 或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侵略的主要形式 由武装入侵 政治干涉 经济迫害 文化渗透等方式 俄乌谁是侵略者 抵御侵略 是每个人和世界 所有捍卫和平者的神圣职责 那么彻底打败侵略者 要么成为侵略者奴隶 怎么可能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那些劝保家卫国者投降 甚至对保家卫国者冷嘲热讽的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节目最后恳请宽宜的朋友 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因为俄乌 哈乙 中东局势等话题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朋友可以扫 频道主页的赞赏二人码 进行打赏 在此 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